在这股全球足球热浪之下呢 中国浙江杭州动物园也举办了一场 海狮预测世界杯的活动 想知道海狮是追捧哪一只足球竞旅吗 我们来看看记者来自杭州的报道 6月13日记者来到现场 动物园海狮管理的头号明星奥 正在预测15日比赛结果 即英格兰对阵意大利 奥的老家是上一届世界杯举办地南非 可谓身兼足球血统 而玩球又是海市表演的专场 早在巴西对阵克罗地亚的首场比赛之前 奥奥就给出了正确的预测 揭幕战东道主将获胜 我们预测已经是那个 今天是第三场了 是那个他第一场预测是巴西跟克罗地亚的 他预测的是巴西胜 比如说赢巴西会赢的话 他直接就把巴西那个球 踢到那个胜狂了 然后今天他是先把那个英格兰那个球 踢到那个输的腹的那个门框里 然后他可能早就预知了 他可能意大利可能会胜吧 当天奥奥先是来了几个跳水表演 引得阵阵掌声满堂彩 随后便是压轴大戏预测世界杯 观众席便瞬间鸦雀无声 共同见证这一时刻 杭州动物园科研教育科科长江志告诉记者 此活动选择海狮 是因为他们与生俱来的玩球天赋 加上他们智力很高 相当于五六岁人类儿童 而预测世界杯全凭奥自己决定 训练师只负责讲解球队资料 完全不加干预 海狮预测世界杯活动 还是聚集了很高的人气 江志表示 举办这样的活动 既是为增加游客的兴趣 又是保护海洋动物 很好的科普活动 世界反应度比较 应该说比较积极 比较热烈 一个游客也很感兴趣 二个我们结合 海狮的一些海洋动物的 保护的知识 推出来 让孩子们对我们 可爱的海狮产生 那种感情 就是人类动物之间的那种感情 产生那种感情 然后他可能才会 想到要保护它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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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